有必要邀請行政院或相關部會來講清楚 說明白 不是基於國民黨選情 在選前三四天的時候 當成是這個立法院臨時會裡面工房 那是不是在野黨告急 很多在野黨自己心知肚明 八號一早九點 立法院召開黨團協商 似乎有點小火花 因為大選最後倒數 藍白陣營近日平工 高端疫苗合約不公開 藍白不約兒童喊話召開臨時會 而在黨團協商 僅一個小時後 有共識將在週二早上九點 請行政院長陳靖仁跟各部會首長 針對高端爭議 專案報告並備詢 在野警咬高端議題 藍委還公布一段錄音檔 柯建民很酸 藍衣沒招 畢竟不止前衛福部長陳時中 早清楚解釋是保存費封存 在野黨還挑在選前再翻舊案 政治操作意味濃厚 對於高端合約的公布 我的態度沒有改變 那現在立法院已經要 進行臨時會討論 那我們就交給國會好好來討論 我相信真理會越變越明 對柯侯的質疑 賴清德正面回擊 明說公開沒意見 藍白的動作頻頻 難免被連結意在賺取選舉 最近黃金城 鎮海中 A395特島